欢迎收看8月11号的中佳新北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立如 新闻一开始带来看到 土城百街一种大木工 日前十一连四天来举办中原祭典法会 坚守二招法会科医的传统 另外法会轮值今年是由中和区来担任主办 同时也将放水灯的仪式 移师到中和的秀朗桥下 一年一度的大木工放水灯 移师到中和秀朗桥下举行 信众拿着灯膏指引好兄弟 并且在深夜里进行安魂科医 信众将水灯点燃后引导到水深及妖处 象征为水上孤魂照录 招引到陆地来享受贡品 让水陆两届的孤魂都能够到人间来饱餐一顿 也借由着供养好兄弟来保佑辖区内的民众 都能够万事平安 一种是我们先民 在开辟白杰宝十三争议民 的义生奉献 所以每一年 七月就是要普度众生的时候 我们感念 我们的议民 先民 对白杰宝十三争的奉献 所以都会办很大圣殿 来跟我们这些 的义民 好兄弟来超度 保佑辖 我们地区肃景平安 国条公平与顺 土城一种大木工在中元节时祭典最为隆重 并且是由土城板桥中和山区轮流负责主办 三年轮职一次 而今年甲五年轮回中和区来担当任务 今年三年一轮 论到我们中和班的 顶头很多 扳到顶头烈 因为家企都在英雄罗里面 布房边 地点比较不好 今年往来这里 地点很舒适 车辆都很高 顶头很多 扳到很顺利 可以祝福典地平安 使得顺利 台湾首 新北市 土城区 民教六宫 祖坚 港区 民国一百共三年 游板桥中和土城等早期百街报十三庄 联合举办的中原祭典法会 法会坚守传统二招法会科宜 已经是被登陆为新北市的文化资产 为了凸显中和区举办的用心 法会当天不仅大家的服装有规定 更是在事前召开了很多次的前置会议 今年到我们中和 要来做到我们这个法会 因为我们中角 所以说 中原法会上 除了各式祭品之外 还有线上租工来展示成员 中原法会上 除了各式祭品之外 还有线上租工来展示成员 同时也希望能够持续得到大門工作的庇佑 让百街堡十三庄的民众都能够事事平安 中嘉新北新闻 综合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明农